男人的手竟然自己有意识 上课时橡皮掉 体育课上 他的右手帮他拿了三分球 这么优秀的玩意 必须得有个名字吧 就叫做小佑 就在昨晚别的寄生虫 都寄生在脑壳里 而小佑却寄生在新一的右手臂 所以小佑没办法控制新一的大脑 这天小佑感受到同类的杀气 带着新一找到怪物 并且将其干死 因为他干掉同类 被别的同类所致 所以他今晚要倒霉了 这个人不 应该是这个同类静止地走向他 但是对面却忘了这边的新一可是有意识 只见新一慢慢地移动到他的身边 最后拿起钢筋就插进同类的腰子 下一秒就感觉身体被掏空 如果寄主死了 寄生兽也会死去 所以他竟然打起了新一妈妈的主意 就这样屏幕一黑 新一的妈妈就没有意识地回到了家里 新一不相信这一切 他认为这是妈妈在生气的原因 下一秒 可是寄生兽可不想这么快就死去 于是他钻进新一的身体 想要救活新一 第二天还真的救醒过来了 他表示不服 发誓一定要为妈妈报仇 但是在报仇之前 他又被另一个同类盯上了 他是一名转校生 这只是借口罢了 他的目的就是解决掉新一 不光新一没解决掉 还被一个弱女子扔过去的实验品 弄得半身不随 他现在怒了 刷的一下就把一名同学给分开了 新一闻声赶来 但是已经晚了 只见遍地的河饭 他看见直接恶心的不行 这根本就打不了 决定离远一点 来个远程攻击 只见小佑变成弓箭 就这样 这个所谓的转校生 也领了河饭 下一步就是找到寄生 在妈妈体内的同类了 新一顺着气味找到了他 只见小佑变成一把手里剑 他们开始了战斗 我挡 我再挡 我飞 我翻 就在这时 怪物突然变成妈妈的模样 新一看到这一幕心软了 下一秒又变成怪物 但是没打到新一 原来是被妈妈用手 把攻击方向打偏了 但是这一次 他没心软 大喊一声妈妈 接着一刀过去 就这样战斗结束 这部电影也就结束了 有没讲到的地方 可以自行观看 快手 拥抱每一种生活